大家好,这里是一球几乎生命 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 今天的节目有点特别 我们来说一说FIFA15 它的发布时间呢 北美是9月23号 欧洲是9月25号 英国是9月26号 所以国内呢 应该在10月初就可以拿到这个正版的游戏了 推荐大家买正版游戏了 因为那样可以联机游戏啊 就是可以和网上的网友一起踢球 这样比这个单机我觉得有意思多了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以人斗其乐无穷吗 这次EA发布两个版本 一个就是普通版60套 还有一个是UT版本70套 这个UT版本呢 先加了一些 给了你一些算礼品吧 第一个就是40周可以开40个这个金卡包 然后呢 第二个呢 就是你可以租借梅西 在UT里呢 提五场比赛 然后呢 还有送你三个庆祝动作 还有你可以解开这个阿里达斯的全明星队伍 还有阿里达斯的一双战靴 还有这个历史球衣的一个 一个pack 先说这个PC啊 这次PC终于这个 也用了这个跟这个主机一样的引擎了 配置呢 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 要求还是可以的 然后呢 还有demo一般会在九月初就放出来了吧 下面我说说你说这个UT里的这个传奇球星 这是很吸引人的一个模式啊 这个是非法十四里去年放出来的 但是呢 这是XBOX独占 很不幸呢 今天还是XBOX独占 PS4的玩家和这个PC上的玩家可能就抽不到这个卡包了 原因呢 也很简单 据EA人说呢 这个传奇球星的这个授权啊 是微软给EA提供的赞助 所以呢 就是希望更多的玩家可以买这XBOX 所以就是 今年15呢 依然是微软提供的这个赞助 所以呢 还是XBOX独占 然后呢 今天刚刚放出的新的这个 新加入的这个 这个传奇球星 然后呢 14的球星呢 还可以还会在UT里出现 你还是可以在卡包里抽到 然后呢 又加入了 今年又加入了几个新的球星 然后刚刚放出了宣传片 这个球星有这个舒梅切尔 奥克查 卡洛斯 这几个比较有名的了 然后还有另外几个球员 大家可以一起看看 然后这个宣传片呢 我也还没有看 然后呢 正好可以大家一起 看一看这个宣传片 这一看来就会拿来 另外一看来是 不是 有你 这个轻小的 在最爱上心 这样的 这一看来是 它参加密了 全部 踩在 内备 到了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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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